雨天过后我们的车漆表面很难避免挂很多的水珠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非常的难看 干了以后就会形成水痕 如果说你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呢 暴地啊 推荐你使用一下这款保能的汽车度魔剂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啊 把车洗干净以后 现在啊 我来给大家啊 把这些水珠给擦掉 好 把这些水珠擦干擦掉以后呢 我们直接拿这款保能的汽车度魔剂 给我们的漆面上一拍 然后呢 把它给均匀的擦拭一下 好 擦过以后 我们的漆面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透亮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下面镜子一样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 不仅是看着亮 它含一个驱水抗污防尘的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车洗干净以后 比如说你原美啊 十来天它就又灰蒙窝了 那么我们用过动魔剂以后 它可以坚持20天甚至30天 并且有一个驱水抗污的效果 我们用这瓶水来实验一下啊 它会不会再继续挂水珠 模拟一下下雨 好 我们直接啊 往我们刚才擦过的这面上倒 大家看一下 水很湿滑的 很光滑的 所以我们的车漆边边就滑了了下来 对不对 几乎啊 做到了不挂水珠 这就是咱们这款镀模机 它的神奇的效果之一 那么现在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漆面上用了一样啊 效果非常的好 好 我们啊 大家看一下 漆面上非常的灰蒙蒙的 对不对 我们直接啊 拿这个镀模机 给上面一喷 然后呢 拿到我们的毛巾就这样一擦 擦过以后啊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好 我们现在啊 继续给上面倒水 大家看一下 漆面上又做到了不挂水珠 对不对 非常的透亮光滑 你以为仅仅是看起来好快吗 不仅如此啊 它还可以在咱们的车漆边边形成一种保护膜 防止户外污染物对我们的车漆造成的寝食 比如说啊 你把车停在了树下 对不对 树上一些小鸟居住的小鸟 拿了鸟粪鸟屎落在车漆边边 很有可能啊 对咱们的车漆造成一种腐蚀 时间长了以后 车漆就会形成射差 再比如说我们的车窗玻璃 大家来看一下啊 直接往上面倒水的话 上面会挂很多的水珠水痕 对不对 干了以后也是非常的难看 并且雨天开车也是全安全隐患的 我们直接往上面一喷 然后呢 拿毛巾把它给均匀的擦拭一下 好 现在啊 我们再来倒水 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一下 车窗几乎啊 做到了不挂水珠 对不对 这样我们雨天开车就不用说 担心雨太大 对于我们啊 看不清楚后处镜而存在的安全隐患了 那么对于暴地手中这款宝能的汽车动摩技呢 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 可以点开视频左下角链接去看看 最后暴地 感谢您的支持 看不 сюж 我们下转发来 转发来